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个 发生在美国的重大的版权官司 为什么要讲这个官司 因为这个官司 跟我每一个做视频自媒体的人 都有切身的利益关系 怎么讲呢 因为这里头牵涉到一个重大的概念 叫做合理使用 前面几期关于版权的内容 我讲过 版权是非常严格的 你除非得到这个版权 所有人的书面允许 或者是通过我们昨天讲的 这种知识共享类的许可 你就可以使用它的内容 除此以外 你使用别人的版权内容 是承担着巨大的风险 但是美国国会制定了 这样一个叫做 版权合理使用的法律条款 允许在有一些特殊的情况下 你可以未经版权所有人的同意 而少量的使用一些版权内容 不构成侵权的行为 但是在这个法律文件里头 只提供了四条指导型的原则 它不可能用枚举法 罗列所有可能的情形 那么这个后果是什么呢 就是对于某一个特定的 未经授权的版权内容的使用 你没有办法有百分之百的把握 讲这是一个合理的使用 我使用的人讲是合理的使用 但是那个版权人 可能有不同的看法 那么最后裁决的权利 只有到法庭法官来裁决 所以这是一个巨大的 一个灰色的地带 那么随着网上这种 自媒体的兴起 很多人做各种各样的内容 在这个过程当中 使用各种数字内容 就很容易引起这样的 版权的纠纷 对于广大的自媒体创作者来讲 尤其是那些从事评论性的 内容创作的人 他往往要引用原来的 那个内容材料 或者是音乐 或者是书本 或者是影片 才能够进行恰当的 有针对性的评论 所以呢 很多这样的内容创作者 都认为自己是在行使 这样一个合理使用的权限 但是你可以想象到 那些版权拥有者 他们往往不这么认为 所以在YouTube这样的环境里头 就有大量的这样的纠纷存在 而由于YouTube 只是一个平台的内容服务商 他是不可能充当裁判的 所以在实际操作的过程当中 流程往往是这样子的 比如说 一个人制作了一个内容 里头包含了 另外一个人的原创内容 把这个视频发布到 这个YouTube平台上以后 被那个版权组看到了 那个原创内容的版权人 就可以正常的通过YouTube的系统 给后面这个内容创作者 一张黄牌 并且把他这个视频拿下 而这个内容创作者 认为自己是合理使用 他就可以进行申诉 但是呢 申诉的结果 由于YouTube作为平台 他不能做裁判 所以这种申诉啊 绝大多数情况下 都不会成功 那么直接导致的后果 就是什么呢 这个内容创作者 就会得到一张黄牌 如果这种情况 发生过三次的话 这个账号就会被关闭 所以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那么比关闭这个账户 更严重的是 如果这个内容创作者 频道足够大 被这个版权人认为 有足够油水的情况下 版权人就可以到法院 去起诉这个频道主 以期得到一笔巨大的赔款 所以这一套程序呢 就是目前YouTube 这个平台的现状 你可以想象到 这里头有很多 不合理的成分 有很多情况呢 的确这个内容创作者 是在这个合理使用的范畴 但是有的版权所有人呢 滥用他这个版权权利 多年以来啊 这种情况多次发生 导致YouTube的频道主 这样一个群体里头 群情激愤 因为很多人都被这样一个 不合理的这种版权警示 所伤害过 但是由于合理使用的 法律条款 只有四个指导原则 含浑不清 那么YouTube作为一个平台的话 他不可能出台一个实施的细则 来细化这个合理使用的范围 所以这个问题啊 由来已久 群情激愤 就像一个火山一样 有人去点它 它就会爆发 那么2016年的4月 就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 当时在YouTube上面 有两个频道 这个频道组都是美国人 我们全权把它叫做 A频道和B频道 那么A频道是一个小的频道 只有十几二十万的订户 B频道呢 是这个频道的十倍那么大 A频道的频道组 有一个外号 叫做大胆哥 就是胆子比较大 他做的视频内容 主要是一些街头聊妹和搭讪的视频 那么B频道的频道组是夫妻两 其实主要是这个男的 那么我呢 给他取个外号 叫做正义哥 就是主持正义这个意思 为了讲故事方便 其实他没有这个外号 这个正义哥做的视频呢 主要是去点评当下流行的频道和视频 他往往选那些 在他的眼里头 不是那么太正能量的那些视频或者是频道 但是观看量又出其好的这些东西来评论 所以我给他取个外号 叫正义哥嘛 其实他的点评啊 大多属于比较温和的这种批评 没有什么激烈的人身攻击 交代完这些背景以后 现在给你讲故事了 这个A频道的大胆哥 做过这么一个视频 穿着紧身衣的运动装的美女啊 在街头做出各种撩人的知识 在街头锻炼 那么这个大胆哥就过去聊他 三言两语 最后这个美女讲 你要是能抓到我的话 我随便你干什么 然后就一路狂奔 然后这个大胆哥就在背后狂追 两个人就在街上这样快速的狂奔 最后当然大胆哥就抓住了这个美女 美女就讲说话算数了 随便你干什么 然后大胆哥讲 等一等 我有一个想法 美女讲 你有什么想法 大胆哥就讲 你得追上抓住我 然后大胆哥就潇洒转身 绝尘而去 留下这个美女一脸错愕 整个视频就是这样子 总共长度不到六分钟 那么这个视频呢 就在YouTube上火起来了 总共获得了900多万的观看量 引起了这个B频道 我们讲郑一哥的注意 那么郑一哥呢 就做了一期节目 来点评他这个视频 点评的办法就是放一台笔记本 在旁边放着这个大胆哥的视频 边放 暂停一下 讲一段评语 然后快进 或者跳过其中一段 然后再播放 再点评 整个的点评啊 有一点调侃 有一点调侃 挖苦 讽刺 但基本上 在我看来 不是有什么太出客的东西 那么整个的这个 这个郑一哥的点评节目啊 总长是14分多钟 但是他使用了这个大胆哥 原来这个视频将近六分钟 不到里头的三分多钟的视频 因为他要播放一些片段以后 然后再做点评嘛 其实郑一哥呢 一直都用这种方式进行点评 以前从来没有遇到过大的麻烦 但是他这一次碰到了大胆哥 大胆哥看到了这个郑一哥的点评视频 非常的不爽 认为这是人生的攻击 并且他认为是严重的侵权行为 因为你使用了超过我整个视频的 超过一半的视频 所以他就通过YouTube这个平台 给了郑一哥一张黄牌 那么这个郑一哥 当然就觉得很冤枉嘛 他这么多年来一直都是这样做节目 没有遇到大的挑战 而且他坚信这是属于合理使用 所以呢 他也很不爽嘛 在最后告到法庭之前呢 这个大胆哥就给这个郑一哥 提出和解条件 他讲要么你赔我四千块钱 把视频删掉 我们拉倒 要么呢 你也不要赔我钱 你在你的频道上面 连续两个月给我道歉 并且呢 帮我推广我的视频和频道 因为它是个小频道嘛 是它的十分之一大 当然这两个条件 这个郑一哥都无法接受 为什么 不是因为这个郑一哥啊 赔不起这四千块钱 而是因为他一旦开这个口子 会有很多的人 用同样的办法来跟他要钱 那他肯定就吃不消 所以呢 最后双方无法和解 这个大胆哥就把这个郑一哥 告上了法庭 那么这个消息一出啊 整个YouTube这个社区 一片哗然 一方面呢 大家都认为这个大胆哥做的视频呢 格调比较低 就是为了博眼球追流量 另外一方面呢 他这个事情做的不光彩 就是自己没有太多道理的情况下 硬掐着别人的脖子 勒索别人的钱 所以YouTube这个社群里头 立刻就有人出头 签头来给这个郑一哥 众筹律师费 当时筹款的目标是十万块 很短的时间就有七千多个人 捐了款 总共筹得了十七万美元的律师费用 并且有两个版权律师出来 免费的给这个郑一哥做法律辩护 不收律师费 这个官司啊 打了一年多的时间 在这个期间 这个郑一哥的频道 一下子就爆发了 而那个大胆哥的频道啊 一下子就被很多人抛弃了 在这方顺带讲一下子 虽然有两个版权的律师 免费给这个郑一哥作为代理人 但是他免费的部分呢 只是律师的这部分的工作费用 律师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费用 是非常非常高的 他要去调查取证 要获得各种各样的材料 那么这些费用都是另外的 实际上他在官司 开始之后的第一个月 这个郑一哥就出来 做过一期节目 他报告一个月的时间 在律师免费的情况下 他们就花了五万块钱的费用 所以你可以感觉一下 打这种官司的总的费用 这个官司打了一年多的时间 到2017年的8月23号 法院最后判决 郑一哥获胜 认定郑一哥这样使用这个材料 是属于合理使用的范畴 但是这个法官在最后判决书里头 写了这么一段话 非常有意思 大意是这样的 虽然在这个案件当中 我们判定是这个郑一哥获胜 因为我们认为 在他将近整个15分钟的视频里头 只用了他的三分钟的内容 而且有大量的属于 这个郑一哥自己的原创性的见解和评论 所以从整个这个视频的比例上来讲 他们不认为这个郑一哥是侵权的 但是法官特别指出 他这个案例 他是胜诉的 但是你们不要会错意了 这个案件的判决结果 并不意味着 你们以后其他任何一个人 都可以打开别人的视频 然后指指点点乱说一通 或者是哈哈大笑 做各种夸张的表情 就能够跟这个案件一样 被认定是合理使用 所以这个法官写这个评语 说明他对整个YouTube这个生态 是非常了解的 因为现在YouTube上面 的确有很多频道 就是在干这种事情 而且有的做得还非常大 数百万的订户 我前面讲了 这个案件在YouTube的历史上面 有划时代的意义 因为在此之前 很多原创的频道组 都被一些版权人 滥用这个版权系统 受过很多的窝囊气 所以这次 他们很多人觉得 自己出了心中的一口恶气 同时这个判例 也大大的震慑了 一部分滥用这个版权权力的人 这些人以后 就不敢轻易的发动一个官司 反过来 对于一些原创内容的创作者 以前收到这样的版权警示 只能捏着鼻子 从这个案例之后 很多人就提腰打气了 在碰到这些滥用权力的版权人的时候 他就会选择申诉这条通道 如果申诉不成 这些人现在可能就有更多的勇气讲 我们法庭上见 所以这个判例 在这个意义上来讲 是非常重要的 影响每一个内容创作者 好了 这就是关于大胆哥和正义哥之间的法律纠纷 那么关于这个故事的更多细节 以及那个引起这场官司的那个视频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我会把有关的链接放在YouTube视频的说明里面 感兴趣的人可以去做进一步的研究 好了 这一期节目就聊到这里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明天再见